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我是Susan 以下節目內容取材至始政評論員楊威文章 在《大紀元》手發 中共在10月17日舉辦第三屆一帶一路論壇 參加的外國領導人比上屆大幅縮水 所謂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卻名不符實 中共領導人微免失落 只能勉強硬撐 中共黨媒亦試圖大力宣傳 卻無法擺脫致殘形畏的尷尬 這次的論壇凸顯了國際格局的巨變 10月17日新華社 羅列了參加第三屆一帶一路論壇的外國領導人名單 包括俄羅斯總統、印尼總統、哈薩克斯坦總統、 烏茲別克斯坦總統、巴基斯坦總理等 總計24個國家的政府首腦、領導人或議會代表 4年前2019年的第二屆一帶一路論壇 至少有37個國家的政府首腦或領導人參加 這次有17個國家首腦或領導人沒有再次前來 包括意大利總理、葡萄牙總統、 奧地利總理、希臘總理、瑞士聯邦主席、 捷克總統、白俄羅斯總統、阿塞拜疆總統、 蔡普羅斯總統、吉爾吉斯斯坦總統、 塔吉克斯坦總統、 菲律賓總統、馬來西亞首相、 新加坡總理、 文萊蘇丹吉布提總統、 緬甸國務之政 今年的論壇 20個國家首腦、領導人或議會代表 再次來到北京 其中3個國家降格參加 埃及總統上次參加 這次是總理 尼日利亞總統上次有參加 這次是副總統 阿聯酋總理上次也有參加 這次是議會代表 4個國家首腦或代表沒有參加上次論壇 此次到了北京 包括阿根廷總統、 江果總統、 斯里蘭卡總統、 土富萬斯坦人民委員會主席 2023年的論壇相比 2019年大幅縮水 也不如2017年的第一屆論壇 2017年5月 中共舉辦了第一屆一帶一路論壇 當時29個國家的政府首腦或領導人參加 還有日本自民黨幹事長、 韓國執政黨代表、 英國財政大臣、 美國特朗普總統高級顧問等 2019年的第二屆論壇規模擴大 但美國不再參加 當時中美貿易戰緊張 歐洲一些國家對中美貿易戰 採取觀望態度 仍然到來北京 應該令中共領導人產生了誤判 認為自己也有能力爭霸全球 和美國對抗 今年的第三屆一帶一路論壇 西歐國家領導人全部缺席 東盟國家中 中共和菲律賓交惡 菲律賓總統不再參加 馬來西亞、新加坡也沒有來 中亞的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總統缺席 從中共友好的白俄羅斯總統沒有來 亞塞拜疆首腦也沒有來 中共領導人利用一帶一路論壇 是要試圖擺出早建鬆散反美陣型的架勢 不少國家應該早就看穿 所以就採取了迴避態度 俄羅斯總統普京則是這次論壇最重要的外賓 習近平和普京 秘密會談成為了重頭戲 按中共黨媒的報導 第一屆一帶一路論壇 有130多個國家和70多個國際組織代表參加 第二屆論壇有150多個國家和90多個國際組織代表參加 今年第三屆有140多個國家 30多個國際組織的代表確認與會 參加今年論壇的國家比第二屆減少 而且只有30多個國際組織代表 比第二屆少了三分之二 比第一屆少了一半以上 繼續參加論壇的國家 可能還指望從中共手裡拿些錢 但更多國際組織疏遠了中共 中共在國際上已徹底出現醜陋的圓形 最近還拒絕譴責哈馬斯的恐怖襲擊行為 國際社會更加認清了中共的真面目 隨著中國經濟不斷下滑 一帶一路的資金嚴重缺乏 大多數國家很可能空手而回 更甚者或者只有獲要參加論壇的一些禮金 一帶一路眼看彈花一現 今年的論壇更多是在莊門面 為中共領導人拼湊一個虛假的國際平台 實際主要用於對內宣傳 但對外缺乏影響力 10月17日新華社發表文章 鄭永年西方唱衰中國經濟同一帶一路 是出於將內部問題外部化 鄭永年是中共御用學者 最早在北京大學學習任教 然後到美國留學 現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分校任職 經常幫中共站台 新華社想利用鄭永年繼續宣傳一帶一路 卻透露了一些尷尬實情 鄭永年稱對一帶一路要有信心 但同時又說 也希望西方能落實他對發展中國家 承諾的基礎設施建設方案 他承認西方的承諾是在競爭 但又稱與一帶一路可以並行不配 這些矛盾實際上透露出了中共的心虛 鄭永年還稱要說好一帶一路故事 但他提出的兩個想法卻匪而所思 他提出 第一要加大中國民企參與一帶一路項目的力度 這個等於釋破了中共國企包覽一帶一路項目的真相 這些項目自然難以與西方競爭 中共至少賭了幾千億美元 相當大的一部分更是進入了個人荷包 鄭永年實際暗示 中共官方已經拿不到錢出來了 只能讓民營企業出資 不過中國民企正陷入生存困境 沒有資金投入一帶一路項目 可況並沒有投資回報 第二個提議是一帶一路可借鑑香港的一些經驗 他描繪香港在自由貿易港 知識產權保護 消費者權益保護 醫療 教育 社會治療等領域世界領先 他的規則亦為世界所接受 對一帶一路與國際接軌有重要的標誌意義 第二個提議等於否定了一帶一路的運作模式 承認不符合國際規則 鄭永年對香港模式的定義 實際在讚揚英國流下來的治理體系 應該就令中共領導人好反感 中共正在加速將香港內地化 《解放軍報》也發表評論文章 推動高質量共同一帶一路行穩致遠 文章主要為了宣傳習近平 急於為一帶一路辯解 但是反過來說了不少反話 文章說一帶一路是經濟合作倡議 不是搞地緣政治聯盟或軍事同盟 不針對誰不排除誰 不是要關起門來搞小圈子或中國俱樂部 不是要營造自己的後花園 這篇文章可謂《此地無銀三百兩》 將中共試圖組建反美集團的動機和盤托出 既然一帶一路是經濟合作倡議 為什麼又提到中共軍隊為何要深刻理解? 為什麼還要值這個機會提強軍 非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呢? 2023年習近平外訪兩次 3月份訪問莫斯科 8月份赴南非參加金磚峰會 之後放棄了G20峰會 中共領導人應該更喜歡在北京舉辦一帶一路論壇 自始至終都能扮演中心人物 但是一帶一路論壇的影響力正急劇萎縮 實際還不如金磚峰會 一帶一路論壇大幅縮水 真實反映了當今國際格局的巨大變化 但不是中共領導人原來判斷的八年未有之大變局 中共領導人不願意承受在國際舞台上被冷落 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自己踏見了一個舞台 但也只能自殘形為 今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錄影 Bedro MK 廣告, 不能意承受 廣告, 李遑露 也請你 助理